醒目一想,咱们是即刻开书,咱们接着讲这个藏传佛教的故事 昨天咱们那段书啊,应该是最热闹的回目 怎么说呢,这康熙皇帝一生气就生生的把这格鲁派分成了四大教区 由四位活佛共同管理 哎,有件事咱们得说前头 虽然呢,康熙皇帝这个办法是分散了达赖喇嘛以及格鲁派 还有这个甘丹颇张政权乃至荷硕特韩国拉藏汗的权利 后来事实证明啊,康熙皇帝这一招算是用对了 确实分散了这个达赖喇嘛在这个教庭、教区乃至对教民的控制 可是呢,在人家格鲁派的内部啊 乃至这个藏传佛教的内部 对这个活佛呀,人家还是有排序的,挺有意思的 这个排序怎么看呢 谁屁股底的垫子高啊 谁的排序就高 那么谁高谁低啊 他不在咱们今天讲故事范畴之内 哪天您要是喜欢呢 咱们单开一段书,我再给您细讲 这是要提前说明的一点 还有一个问题啊 是需要您和我呀 咱们大伙一块反思反思的 什么事呢 康熙皇帝一刀欲指 分散了达赖喇嘛在教庭当中的势力 这一结果乍一看呢 是围绕着六世达赖喇嘛,苍阳家促,备废,元祭,以及是另立六世达赖喇嘛,还是另立七世达赖喇嘛,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宗教事件导致的 哎,可是我倒是觉得呀,这是表面的现象 这些个结果出在1713年,也就是康熙52年 就在这一年呢,这康熙皇帝册封了班臣俄尔德尼 并且呀,在康熙皇帝的授意下 这后葬还成立了自己的狼马港政权 也就是这一年任命这个郭龙寺的张家活佛 管理和皇帝区 以及呀,这阿拉扇和说特 还有末南蒙古 以及京师的皇教事务 正式的把这皇教的势力范围划成了四个区域 这呀,是1713年 可是早在1691年的时候 他就册封了折尊丹巴为蒙古大糊涂刻图 所以说这康熙皇帝呀 有这心思啊 那不是一天两天了 说是这个藏区的大韩活佛 以及诸王公们惹得康熙皇帝生气 才导致的这个结果 还不如说呀 是这些人的行为成全了康熙皇帝 让康熙皇帝有借口 完成了这么一件大事 所以说事情都得辩证着看 那咱们这两个问题聊完了 这也是评论区里边有朋友跟我提出来的 回答不了您呢 咱们也是啊 能在这儿分析分析 那既然结果出来了 咱们也要聊聊啊 分析分析 这三位大师啊 到底是什么出身 为什么能受到康熙皇帝如此的信任 那咱们就先说说这班禅大师 这班禅大师可能是这四位长教活佛里边啊 您唯一还能有可能见到的 也是唯一在国内的世系 那咱们要是聊呢 先聊聊这个班禅这一名词的由来 班禅呢 就是班智达的意思 这班智达又是什么意思呢 班智达就是博学的大师的意思 不光是在这个藏传佛教 在整个佛教史上啊 有很多人啊 被称为大班智达 有很多人呢 就把班智达呀 翻译成为博士 实际上这个班智达 可比现在的博士要博士的多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博士啊 还不要说博士了 博士后乃至博士生导师 他只是在一个行业当中的出来拔岁者 被称为博士 被授予博士的图像 但是班智达呀 这大班智达可不一样 大班智达呀 得是通晓大小五名 这大小五名啊 在咱们书馆里边详细的聊过 咱们在这呢 不忘过多了展开书 简单的给您说一下 这大五名啊 声名、音名、内名、医方名和工巧名 主要说的就是呢 这个语言学啊 逻辑学、辩论学 还有哲学、佛法 同时啊 还得掌握医学、药学和咒术 那工巧名就更厉害了 艺术、科学、工艺、农业 就全得懂 那说的这是大五名 那么还有小五名呢 小五名啊 听起来啊 就有点小资了 修辞学、辞早学、韵律学、戏剧学 还有力算学 就是你得会算数 所以说您看啊 一个大班智达所通晓的这些东西呢 远远比现在一个博士生导师 要知道的多的多 简直可以用包罗万象来形容这个大师的学问 那么说 崇祯十四年 顾史涵进藏 哎 他不但册封了武士达赖喇嘛 他还册封了班禅 他就册封啊 罗桑雀吉兼赞 为班禅伯克多 那班禅呢 就是大班智达的意思 伯克多是什么意思 这伯克多呀 是一句蒙古语 是睿智英武的意思 有很多人都说 这顾史涵 就是为了分散达赖喇嘛的权力 才册封了班禅 实际上我倒是觉得呀 这对格鲁派内部的意义更重 如果这个宗派里只有一系活佛转世 只把这个宝压在一个人身上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这一系断肢 这宗派可能就消亡了 所以我个人感觉 这故事含册封班禅伯克多呀 是对格鲁派有百利而无一害 那么说这罗桑雀吉兼赞就是一世班禅了 不是 通常啊 为了显示 他们这个宗派佛法是有渊源的 一旦被册封成为正式活佛一系以后啊 他们通常都会往上倒几代 所以格鲁派认定 这个班禅伯克多 罗桑雀吉兼赞为四式班禅 那么说自然就得有一二三式了 二三式班禅呢 咱们放下不抢 他们肯定都是大德高僧 通晓五名的大活佛 咱们单说说 他们这一系给自己找的这位十足 第一是班禅大师 第一是班禅大师是谁呢 就是克朱杰 他全名叫克朱杰格勒巴桑 您不用记那么多 您就记住克朱杰就行了 在格鲁派的历史上相当有名气啊 他是这个格鲁派创始大师 宗喀巴大师的二例子 您在97%的宗喀巴大师的堂卡上 都能看到克朱杰的身影 这上手做的呢 是大徒弟贾曹杰 下手做的就是克朱杰 中间呢 自然就是宗喀巴大师 通常啊 出现这三位大师的堂卡 就被称之为师徒三尊 那有很多人呢 都觉得呀 从现在藏传佛教的地位上分析呀 这师徒三尊 中间的呢就是祖师宗喀巴大师 这贾曹杰呢 就是第一世的达赖喇嘛 克朱杰呢 就是第一世的班禅俄罗尼 实际上不是 这后世地位最高的达赖喇嘛呀 反倒是这宗喀巴大师的小徒弟 名字叫做根敦朱巴 这根敦朱巴咱们在这儿 更不忘身了讲 因为咱们讲达赖士系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了 根敦朱巴难道说就真的 比贾曹杰大师和这个 克朱杰大师的佛法 还要高深吗 哎 不对 您就千万不要忘了呀 这藏传佛教是正教合一 那无非就是他有后窜 政治实力强大 并且呢 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 从一点呢 就可以证明 哎 这个一个格鲁派的僧人 在当时这种情况下 跑到撒加派控制的后藏 还能建立了扎士伦布斯 那您就可想而知 这根敦朱巴除了佛法之外 其他势力有多么的强大 那咱们前面讲过了 这四世班禅是一位伟大的大师 他并没有趁这个达赖一系最危困的时候 趁机壮大自己班禅一系的势力 反而是扶持了达赖喇嘛 主持了五世达赖喇嘛的坐床授戒 不光是这五世达赖 四世达赖 五世达赖 都是这四世班禅的徒弟 也就是从那一时代就奠进了基础了 这班禅和达赖互为老师 也就是说呢 我元祭转世之后啊 是你的学生 你元祭转世之后是我的学生 所以说从这儿说起啊 我就觉得顾史函策立了班禅一系 对格鲁派是有相当大的帮助的 那么五世班禅大师呢 又是六世达赖的老师 其中那个会写诗的情僧苍阳家措 那么问题来了 他是不是在布达拉宫里边 拉藏函立的那位假达赖的老师呢 哎那不容置疑 那肯定也是 就是那么的有意思 阿旺一系家措 做了六世达赖 虽然拉萨三大四 这些高层的喇嘛 一个同意的都没有 但是在康熙皇帝的授意 以及指示下 格鲁派啊 顶尖的几位高僧 班禅大师 以及啊这个 哲不尊丹巴糊涂可图 还有张家活佛 全是赞成的 那么说五世班禅大师 和中央政府 康熙皇帝的关系 为什么会这么融洽呢 您可别以为 就是到了1713年2月 这康熙皇帝才下诏书 正是册封了五世班禅 罗桑一起 为这个班禅俄德尼 并且颁发了金印金策以后啊 这五世班禅 和中央政府的关系 才好的 哎 早了去了 那早到什么程度呢 早到这1706年 1706年10月23 紫禁城里边啊 就降旨到了西藏 那降旨降到西藏哪啊 布达拉宫大昭寺吗 不是 后藏扎什伦布斯 这道旨意呀 是给这个班禅大师的 这道旨意里边有一句话 很关键 哎 这旨意上说呀 达赖喇嘛 元祭以后 金星皇教 非你莫属 顾命 忽图刻图 前往 达赖之 布达拉掌教 望而养父朕 辅随众生之 至义 星教而立生 您看这年号 你耳熟吧 哎 就是在这年 1706年 苍阳家措 死在青海湖边上了 哎 也可以说呀 这六世 达赖喇嘛 苍阳家措 源祭于青海湖边上了 从这道旨意当中 最起码您能读懂啊 这清朝政府 以及这康熙皇帝 是认为 苍阳家措 是源祭了 并不是出走了 所以一道旨意 才下到了扎什伦慕斯 让年仅43岁的 武士班禅大师 罗桑一喜 到布达拉宫 去主持皇教大事 那么说这罗桑一喜 武士班禅大师 他该不该去呢 按说是该去 可是谁也不愿意去 现在这拉萨 正是乱的时候 这拉藏汗这会儿啊 正谋划着 要离自己的达赖喇嘛呢 哎 虚伪有一点 私心的人呢 这会儿谁也不愿意 去拉萨 汤这潭浑水 可是有了康熙皇帝 这道旨意 哎 这班禅喇嘛呀 就叫奉旨半差 所以说他才能平平安安的 到达了拉萨 才有了以后啊 遵从那个康熙的意思 主持了大事 要说啊 这历史是人写的 这句话没错 哎 他都干嘛了呢 史料上写呀 这1717年 他先调解了准个二部的纷争 1720年拥护中央政府策略第七世达赖喇嘛 1726年调停了二部八事件的终止了内乱 就这样的1713年2月呀 他才被康熙皇帝策封为班禅俄尔德尼 可是这里边啊漏了一句话 漏了什么了 漏了这个武士班禅大师和康熙皇帝最亏心的一句话 哪句话呢 哎 就是啊 这拉藏汗所立的假的六世达赖喇嘛 阿望伊西加措坐床典礼受戒仪式 也是武士班禅大师主持的 那这个史书上就不能写了 但是咱们怎么分析 他也是这么满的事 因为这阁漏派有规定 哎 这达赖啊 和班禅大师啊 是互为师尊 哎 当然了 是在那会儿啊 哎 这个活着的呢 肯定给这个刚刚转世的灵童受戒 换句话说 没有班禅大师的受戒 这个假的六世达赖喇嘛 也不敢坐床宣称自己是达赖喇嘛 从这一点您就看出来了吧 这武士班禅大师 从那一时候开始 就是中央朝廷 就是康熙皇帝的人 并且很忠诚 那这班禅大师的仪戏 往后对国家做出夺得的贡献啊 咱们就更不用说了 六世班禅大师 那简直就是爱国爱教反分裂的典型 哎 就他死了之后 啊 不是 他元祭之后啊 您就广看着乾隆皇帝 给他送了多少金子 您就知道啊 他和这个大清朝有多么的亲密 亲密到什么程度呢 啊 这巴士达赖喇嘛 酷似是格鲁派教廷 很费周折 关了湖 打了挂 最后寻访出来的转世灵童 实际上就是六世班禅 一句话 原因就在于 他是我们家亲戚 那这还不是因为 这班禅一戏和朝廷的关系好 说话算数吗 当时所谓别的这些高僧大德 和这些活佛仁波器 不敢言语 关于这些故事以后啊 咱们还会在达赖的那条主线里继续讲 本来今天啊 是想把这个班禅大师啊 以及哲不尊丹巴活佛 还有这个张家糊涂糊涂 他们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全讲完了的 可是一看呢 这故事挺复杂 咱们争取明天 咱们把那两家活佛的故事啊 一块都讲完了 得来天不早了 您早些着 咱们明天接聊